今天就是分享了一篇文章 是题目叫做 Anti-Backdoor Learning Training Clean Models on Poison Data 这篇论文主要是 是这个AI安全领域的 这个后门攻击 这个防御的一篇文章 然后它是发表在这个 Nips 2021的一篇文章 目前引用量是12 它是由这个西电院 还有这个迪肯大学索尼AI 还有这个哥本哈根大学 以及最后的这个UIUC合作完成的 然后这个题目呢 就是第一次读的时候 就非常的吸引我 就是他说是在这个有读的 这个数据上训练一个干净的模型 就是在之前的这些攻击方法当中的话 就是还是没有 防御方法中还是没有看见我 然后首先回顾一下这个后门攻击 后门攻击的话 在这篇文章里面 主要是指的这个 基于数据投毒的这个后门攻击 它通过注入就是处罚模式 注入一小步的这个训练数据 然后将这个后门注入到这个模型当中 它使这个模型了解这个处罚模式 和这个目标类的这个相关性 它的这个优化的这个目标呢 有四个 一个是保证原始分类任务的精度的 一个精度 然后第二个是处罚模式需要它足够隐蔽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投毒的这个比率 然后要小 然后第四个是这个攻击成功率 要足够的足够的大 那针对这个发现这个后门攻击啊 在这个就是对这个是深度学习造成了 这个严重的这个威胁之后呢 然后就有很多的学者 对这个后门防御方法进行了这个研究 那后门的防御方法可以主要分为就是两种 一种是这个检测类 另一种是这种擦除类 检测类的是根据这个模型 检测这个模型 它这个激活的这个统计信息 或者这个模型的这个属性 来确定这个模型是否为后门 或者是来检测这个给它输入的这个训练 或者测试样本是否为后门样本 它的缺点呢是就是可以检测出这个后门是否存在 但是呢你只能检测 但是你没法保证就是没法用这个模型 因为你已经检测出他这个模型 就是已经有后门了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就是考虑安全化 就不会去用这个后门的这个模型 那因此呢就出现了另一种更进一步的一个方法 它就是一种擦除的方法 擦除的方法就是给定一个就是 呃后门模型以及一些干净的小少量的这个干净的样本 用这些少量的样本来擦除这个呃后门模型中的这个后门 然后早期的后门这个擦除方法的话 有像微调去到简直 但是随着这个后门攻击的这个发展 就是这些操作的话已经无法抵抗这些新的这些后门攻击 那目前的话比较呃新的这些后门擦除的这些方法 有这个呃列举了三三个呃第一个是通过这个损失路径中选择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稳健的路径来选择呃就够训练出一个这个稳健的这个模型来缓解这个后门 然后第二个这个呃amp是指的这个对这个对抗性神经元的一个修剪这个对抗性神经元在这篇文章里指的就是呃类似于对抗样本一样 就是在这个呃神神经网络当中这些神经元给呃给这些神经元的这个权重或者偏扎做一个小的扰动 然后增加他的分类的这个损失然后在这篇文章呢文章当中呢发现就是在相同的这个扰动情况下 这个后门的这个DN比这个普通的这个DN要更容易就是崩塌 就是甚至在这个没有处发器的情况下也更容易输出这个目标标签 也就是这些对抗性的神经元和这个注入的后门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因此只要把这些呃对抗性的这些这些神经元给他修剪掉就可以达到这个后门擦除的一个目的 那第三个方法的话是这个NAD的这个方法就是他是神经注意的一个蒸溜方法 他使用一个就是教师模型指导原来的这个后门的这个模型在一个小的一个干净数据集上进行一个微调 使得这个教师模型和这个学生模型中间这些这些特征层中的一些注意力要一致 那这个教师模型是通过就是呃原来的这个后门模型在小呃少量的这个干净数据集上进行的微调获得的 那这个学生模型呢就是原来的这个后门模型用这个教师模型指导这个学生模型学习这个教师模型中这个擦除的这个后门的这个这个这种这种特性来从而达到一个就是呃得到一个进化模型的一个效果 他的缺点就是呃你这个擦除的这些方法的缺点就是你这个擦除的这个呃这个后门可能里面包含了这个后门呃包含了这个干净样本的一些特征学习 那么在这些所有的这些方法当中呢呃很少有人就是去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可能在一个有毒的训练数据上训练一个干净的模型 那这种方法呢是在训练的时候采用一些特定的训练的策略来使得这个模型得出来是一个干净的模型 他和先前的这种防御方法是就是先前的这种防御方法属于这种事后检测 那这种方法的话属于是主动防御在培训期间的话他就能识别到这个后门的数据 并且采取措置呃防止这个模型学习到这些呃数据 那么作者的话就是假设了这么一个场景就是假设 他现在后门对手预先生成了一组后门样本 然后并混入到这个训练集当中得到一组有毒的训练数据 然后防守方呢是完全控制这个训练过程 但是他不知道后门的这个呃 投毒的这个比例以及这个后门的这个分布 然后他只能用给定的这些模型的固定呃 给定的模型结构来训练这个网络 那通常的用这个一组有毒的这个训练数据来训练的话 那他可以视为一个就是双任务学习一个是干净任务 就是分类任务上的一个学习以及这个后门任务的一个学习 那这个作者想要达到的这种就是不学习后门的这种训练方法的话 他直观上的表达就是在这个干净的这个任务上最小化他的损失 但是是最大化这个呃 后门的任务的这个损失 但是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这个给定的这个数据集里面 我们并不能找到这个呃 并不知道哪些是这个有毒的样子 因此就需要去寻找这些自己 那怎么去寻找这个自己呢 这个作者呢就通过就是寻找这个后门学习 这个行为上的一些非典型的一些行为 然后根据这些非典型的这种行为呢 隔离出一部分的样本 然后再对这个呃提取出这个有毒的样本 那他首先就是他选取了这么九种九种攻击方式 呃其中包括了就是修改标签的攻击方式 干净标签的攻击方式以及这个呃在特征域来进行后门攻击的呃 这么几个方法 并且保持他们的这个投毒比例都是10 然后得到了以下的这个这么一个损失图 那他绘制的是这个损失图是干净和这个后门样本 这个平均损失平均损失就是他用的是交叉伤损失 呃从这个图里面这些图里面可以看见 我们发现对这个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这个对于这个后门后门样本的这个损失 但是他是到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急剧的下降 他相对于这个干净的这个样本会下降的更快 这种方法呢呃这这样呢 这个这个原因是因为与这个原始任务相比 这个后门任务要简单的多 所以这个训练的时候在早期间断 这个后门部分的这个训练损失 要比这个呃干净的这个损失要下降的要要快 呃第二个呢 第二个他是把这个攻击的方法 这个力度给他增大 那发现这个随着这个投毒比例 也就是攻击强度越大 他这个发现他这个后门的这个损失下降越快 这一现象表明就是他这个 在后门攻击的这个学习当中啊 这个学习到的是这个trigger trigger pattern和这个目标标签的一个强相关性 那怎么抹掉这个呃破坏这个强相关性呢 也就是抹掉这个后门 可以把这个找掉一部分找到一部分有毒的标样本 替换掉他这个目标标签来打破这个呃强相关性 那回到刚刚这个图上面来看的话 怎么去选这个提取这个这个后门的这个样本 那假如我们设置一个预呃 呃那个损失的预值 并且用这个第五 比如说第五前面第五个epoca来过滤掉这个损失 那是不是是不是损失小于这个预值的这个这个样本 就是这个后门样本 但是呢 他假如纯粹的单纯单纯的就是第五个apple来筛选的话 他这个作者发现这个样是这个策略是无效的 因为这个图中的这个训练损失是这个平均训练损失 这意味着第五个这个apple的时候 这些后门后门是就是样本 仍然可能单独的这些后门样本 仍然有可能就是有较高的这个训练损失 如果把这个使用这个第一 比如说第20个apple来就是作为这个过滤的话 那么损失的话设置了一个预值 他可能会把这些干净的样本也过滤出来 那过滤出来的这些就是样本中 可能就会得到一些干净的样本 那所以就需要设计一种策略来来保持这个 就是这两种这种对干净样本和这个后门样本的这种损失的这种差异 那作者就提到了这个abl的这个方法 反后门学习的这个方法 他可以包含 就是包含两个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就是隔离出这个有读的样本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用这个有读的样本来打破这个处罚标 处罚器和这个处罚标签的强相关性 那在第一个步骤当中呢 他提出了一个就是local grading的assent 这个LGA这个方法 他这个方法呢 就是如果这个训练样本损失 这个设置一个预值 比如说设为这个 他设为的是一个gamma 然后如果这个训练样本损失低于这个gamma 这个损失上升将被激活使这个损失增加到这个gamma 使这个损失一直横定在这个gamma附近 但是呢 如果他这个损失要大于这个gamma 那他的这个损失就不变 刚刚提到了这个后门的损失下降的更快 所以他能突破这个gamma的束缚 就是不在gamma附近这个损失 就是波动 而干净的样本的下降比较平缓 所以他会被困在这个gamma的这个损失附近 那直观的这个 直观的这个 就是更直观的一点 就比如说设计设计一个gamma gamma 损失的一个预值 那后门呢 可以突破突破这个像以往一样 突破这个预值的限制 迅速的下降 而正常的样本的这个干净样本的损失 到了这个预值之后呢 他不会继续下降 像之前继续下降 而会在这个附近波动 或者是在上面 因此就保证了这个干净样本这个损失的 干净样本损失和这个后门样本损失的这个差距 因此给你可以根据这个进一步可以根据这个差距呢 来删选出这个后门样本 那删选出这个后门样本呢 就可以用之前所说的这个这个双任务学习的这个方式来打破这个处发器和这个目标标签的这个墙相关系 他里面的这个P呢 是指的这个隔离出来的这个后门样本 沾原有样本的这个比率 在这个文中文章当中呢 他就选用的这个比率是是1% 然后T1的话就是这两个步骤转变的这个 Apple Gamma就是这个设定的这个选定的这个损失预值来筛选这个后门样本 那接下来就是作者做了一个实验 他选用了十种攻击方式 然后选用了三种这个训练的数据集 以及两种这个分类网络 将这个所有的这些攻击方法投读比率都设为10% 对比的这个防疫方法有这个微调 不不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 这个这个简直 然后 然后还有以及这个MCR 还有这个NAD 然后他的这个之前的设计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训练的这个Apple呢 总共是训练100个Apple 然后这个反后门学习的这个参数设置是设置的这个 T1是等于20 这个预值是0.5 然后他这个隔离出来的这个样本 样本比率是0.01 也就是1% 然后接下来他展示了这个防御的这个结果 那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作者提提出来的这个反后门学习的这个防御方法 在对于这10种方法这个平均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效果上是最好的 但是偶尔会有那么几个就是单独的一个对单独的这种后门攻击呢 可能会比这个NAD和这个MCR会稍微差一点 这个作者的给出的解释呢 是可能是因为这个这个Blend和这个SIG的这个处罚模式 他会给这个众德的图像背景带来混合 产生了一些自然围影 这些自然围影呢 会使得这个后门的这个防御方法更难被 就是更难被隔离出来和忘却 那除了这个后门攻击的这个攻击成功率 是一个平较指标以外 同时保持他这个原类原有的这个分类网络的这个精度也同样重要 因为他如果损害了这个精度的话 那这个模型就失去了他的原有的这个实用性 那根据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出 这个他们提出了这个防御的这个方法 就是达到了这个就是防御方法之后 达到了这个就是分类精度和这个百分 在这个百分百干净数据级上训练的这个模型的这个分类精度 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只会有很少的一部分的一个损失 那作者除了这个实验之外 还做了就是不同 刚刚说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隔离比率 对这个实验整体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效果的一个影响 他选用了这个隔离比率是从1%到20% 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这个后门的这个隔离的这个比率越来越大 那他的这个对这个后门攻击的这个攻击成功率会使得他越来越低 因为他隔离了更多的这个这个样本 同这些样本当中呢 也包含了一些原有这个原有的那些就是干净模型的一些分类分类的那些特征 因此会导致他原有的这个分类精度会有一个下降 在投毒在这个隔离比率为1%的时候 如果加大这个模型的这个攻击的程度的话 那他也做了一个实验 可以发现就是可以发现根据这个实验 可以发现就他只要隔离一小部分的这个后门样本 就能打破这个处罚器和这个目标标签的这个相关性 在70%的时候 虽然他这个防这个防御的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仍有这个就是缓解这个后门的这个效果 那因此这个选择的这个投毒比率 也是突出了他这个这个后门隔离和这个取消 这个遗忘这个后门学习的方法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优势 那刚刚还有一个参数是这个不同 就是TTE就是这个阶段训练阶段这个转变的 这个Apple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影响 他比较了四种 第一个是在第十周期 然后第二十周期 第三十周期 第四十个周期 然后并将这个ABR的这个防御方法的这个效果 展示在这个表中 就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这个这个Apple的这个选择 往后延迟 这个防御的方法呢 会稍微有一些就是 这个防御的效果会稍微有一些下降 但是尽管这些下降呢 有下降 但是他这些下降的都不是很大 然后并且保证了这个后门能够被遗忘掉 那这个结果 从这个结果里面 作者也是发现这个在这个Apple的选择TTE选择这个20%到30%的时候 这个防御的效果是最佳的 然后并且这个趋势在其他的这个数据上也是一致的 他把这个因此呢 这个这个表格呢 就证明了他提出了这个RGEA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就是成功的保留这个干净和样本和这个后门样本损失之间的这个差异 然后进而隔离出这个有读的样本 那这一这一PPT呢 主要是讲这个 他提出的这个RGEA的这个深入理解他的这个效果 那正如刚刚所说 他选用这个不同的预值呢 他这个干净样本的这个预值就会在他选定的这个预值范围内波动 然后但是这个后门的这个样本的这个损失会突破这个预值的限制 然后达到很低 进而保持这两个的两个损失的一个区分 进而达到一个隔离出这个后门样本的一个效果 那由这个图当中可以看出来 就是刚刚说这个GAMMA的这个设置 会对这个攻击成功率和这个原油网络的这个分类精度 会有一个影响 从这个里面也可以看出来 就比如说这个GAMMA设置为1.5的时候 他这个两个损失的这个波动啊 是非常剧烈的 因此呢 他会对这个防御的这个效果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那作者还检查了这个就是在这个CIFAR10上和这三个数据集上 这个在GAMMA为0和0.5 1和1.5的情况下隔离出这个后门 后门集合的这个精度 就是他隔离出来的这个后门样本是否真的为这个后门样本的这个精度 那发现在GAMMA如果设为0的时候 也就是就是两个摩西都基本上 就是在干净样本上学习和这个有毒样本上学习 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低的一个损失 那此时呢 他们这些这些这些损失呢 就会有重叠 有重叠的话 他对这个可想而知 他就会对这个隔离出来的这个精度会有一个影响 那实验表明还表明呢 只要这个GAMMA大于0 这个隔离任务的这个性能就会提升 而且这个隔离任务的这个精度 不会对这个这个GAMMA的这个变化 不会对这个隔离任务的这个精度会有一个影响 那因此呢 这个LGD在干净和后门样本眩面损失之间 就是创造了一个 就是能恒定的一个差距 并且能够利用这个差距提取这个后门的样本 这在后面 这在后面利用这个样本来擦除这个模型 原来学习到的这个后门强相关性 起着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如何那作者作者还还做了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实验比较 一个是针对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两阶段的一个学习 第一个是隔离出隔离出这个后门样本的一个步骤 那他把这个隔离的这个步骤呢 和这个AC和这个SSA这两个方法做了一个对比 发现呢 这个他们提出了这个后门隔离的这个方法的这个方法 更具有一个泛化性 然后与此同时呢 他对LGA也做了一个就是变换 他利用的是这个Flighting Loss 是这个Loss是用来防止过你和的一个Loss 然后他的表达方式是这样 是用这个损失减去一个设定的一个值 对他求一个绝对值 然后再加上这个设定的这个B值 这能使得这个同样能达到一个限制 把这个对这个干净样本这个损失 限制在一个预值范围附近 进而维持住这两个损失的一个差距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他整体最后的一个就是防御的这个效果和这个作者提出的这个效果也做了一个比较 那攻击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还是没有就是作者原先提出的这个LGA这个损失公式的话要要好 但是同样也是一个这位就是以后的这个研究方向 如果想要进一步优化这个方向也优化这个防御的方法的话 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优化这个LGA的这个损失 这个这个这个损失函数 那对于这个去除这个后门学习的这个步骤的话 他做了做了这么几种就是对比实验 他包括了就是基于图像的还有基于标签的 以及基于这个模型的这个移往后门的方法 就是在这个已有的就是隔离出来已有的有毒数据上重建一个干净的这个模型 这些方法的动机呢就是都是利用的这个后门攻击的方法的一个弱点 就是就是他他们都是为了打破这个处发器 处发器和这个目标类之间的这个原有的这个强相关的这个联系而设计 就比如说就只拿这个Pixel Noise来说的话 他他改变的是这个有毒数据里面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原始的特征 然后保持的是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目标标签 那这个目标标签他在学习的时候是是就会在这个选择 选择这个是把这个添加的这个噪声视为这个处发器 处发器呢还是原有他那个任务攻击的方式里面的处发器 作为真正的这个处发器来学习 就会产生一个就是疑惑的一个效果 那其他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那第一个表格是这个他选的这个隔离出来的这个有毒样本是选用的0.2 因为不选0.2的话 他的这个实验效果就是这些方法呢 对这个防御方法的效果都不是很好 他为了进一步就是显示这个方法这里面的区别的话 他是把这个隔离出来的这个比例设大了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不同这些方法之间 就是遗忘这个后门的这个方法之间有什么区别 那发现除了这个他们提出的这个AB2的这个方法之外 那这个在这个孤立的这个干净的这个这个极客上 选自我去学习 从比这个从头去学习 是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防御效果 那AB2还有一个就是优势 也是作者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小的一个亮点吧 就是他可以帮助其他的一些防御设置 就比如说这个Neuro Clean 他可以就是先用Neuro Clean 对异族处罚模式进行反向工程 然后得到这个反向工程之后之后结合 刚刚说的最一开始这个最大化 最大化那个损失 有毒样本损失的这个方法来擦除这个 就是后门模型当中的这个后门 那实验结果的话 他也给出了一个表格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 结合这个Neuro Clean和这个AB2这个方法呢 就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御效果 那这篇文章的话 就是主要就是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他是根据就是很常见的一个实验现象 来驱动这个方法的设计 就是在训练这个后门攻击方法的时候 都会注意到这个就是这个有毒样本 这个损失下降要比这个干净样本下降要快的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现象 他能抓住这个现象来驱动 就是来设计一个防御方法 我觉得是就是就就是也是为以后这个学习 就是科研也是提供了一种就是思路 就是现象驱动方法设计的一种 就是这么一个就是科研的方式吧 然后第二个是他引入了这个后门的这个学习概念 可以用在这个不完全信任数据的这个安全和鲁棒学习 开配了一个新的方向 然后他第三个就是他不光可以就是用来剔除后门 也可以用来剔除这个深度学习当中的 比如说有一些简单的样本就可以把它剔除出来 后门的一个攻击方法也为以后就是找了一个方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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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